Hi YouTube 大家好,我是趁热度的李伟康 Hi 大家好,我是尖宏 尖宏 宏律师,我要辩论 话说我上两个礼拜,上个月 其实出片比较少 是因为真的是有点工作,工作比较忙 By the way,我开了一个新的业务 大家如果有这一个服务器 或者是要set server的要求的话 可以来找我 你可以放你server的照片出来 It's a good feel 回到来这一个访问的录音室这里 所以今天本来还是没有什么题材的 因为我来说可能还有东西在忙 还没有忙完 但是昨天晚上就看到那个脸书那边 就风波在一起 这个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圈里面 又风波在一起了 这个有时候不能 什么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刚刚好你的server一加完 话题就来了 搞得好像你有点要故意撑入 就是撑热度这样 但其实不是真的是你刚好忙完罢了 作为这个有撑王之撑的李伟康啊 撑王之撑的李伟康 这个爱瑟帮我取的 这个热度怎么可以不撑好撑满呢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这一个课题 红律师 我要辩论 为什么他会用这个红律师我要辩论呢 因为他应该是这个灌篮高手的这个fan 洗来的 因为里面就有一个很出名的阴幕 就是说 山西教练我想要打篮球 这样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这个 这个迷因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哪怕我没有看过灌篮高手 我也知道这个迷因 对你知道谁讲的吗 这句话 我知道是一个长头发的流氓这样的 但是我没有看那个灌篮高手 对那个是山井讲的 山井讲的 他就说是教练我想要打篮球 我看这个爱瑶呢 他就用了这个标题啦 然后在这个事情来一种去 交给你去讲一讲吧 先声明啊 我真的没有要特别站在哪一方 因为两边都是见过面的人 讲起来就有一点点尴尬 首先就是爱瑶他就发了一个影片 他就讲说 红律师我要辩论 原因就是因为爱瑶他在 前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有收到说 马华的主办方就讲说 OK他有一个收到一个叫都门 决战都门的辩论会 然后这个是由马华所主办的 然后他就有收到主办方就讲说 爱瑶啊 我想邀请你来当我们这个表演赛的辩手 所以爱瑶就讲说 OK好咯我就参加咯 结果却在这几天 他就收到主办方就说 因为那个红律师讲说 你可能不符合这个表演赛的资格 然后他就想说 我们就是可能要放弃你的不好意思 然后爱瑶就 啊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就发一部影片就讲说 他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了 然后结果呢 他的影片大概就是讲说 我刚刚讲 重塑的那件事情 他最近遇到了什么事 他整部影片我看过 他的出发点就讲说 我最近发 我的生活中发生什么事 他是一个抱着分享生活的态度 来做那个影片的 不过他的标题的确有clickbait 这点是无可否认的 然后红律师看到这个clickbait的标题了之后 就很生气 就写了一篇长文 就在骂阿瑶就是说 啊你这个小丑 自己出来做丑 然后红律师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如果遇到他不喜欢影片 他是不会去看的 然后他是透过别人转述给他 所以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沟通错误 反正反正红律师后来就发了一篇长文 就讲说 啊你小丑不知丑啊还要出来演丑 就讲说啊你明明就是不够扩理 才出来才被我们cancel掉的 这个这个你也不是 邀请你的也不是主办方 就只是一个可能算是 啊主办方的二把手 啊就我们后来讨论 这个是表演赛了吗 所以你最至少你一定是要有一些 可能你是辩论赛的最佳辩手啊 还是说你曾经得过什么冠军啊 还是什么 或者是你在社会上的知名人物 因为其实如果说 大家有去了解一些表演赛的话 包括说表演赛其实未必是你真的很有实力 有时候是表演嘛 所以你有很出名 你是一个很出名 哪怕你完全不懂辩论 有时候它也是会发生的 因为我讲的这个表演赛不只出现在辩论 包括说电竞也好 电竞有时候他们也会请一些网红来打表演赛 因为你跟实力没有相关嘛 你就只是你来了 可以把这个辩论这个活动 就是带给大家更认识 所以表演赛我倒也觉得 未必是一个真正你有实力 但是至少实力跟知名度 你二选一你一定要有啦 然后洪律师就讲说 你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知名度 所以你不够格参加表演赛 后面交给你 不然一直都是我在讲的部分 我因为可能让一些不懂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观众 有一个很快的懒人包 那现在事情发展到第三天 第三天呢 我就其实是观望了两方面的 我没有很注意的去看这一个事情 不过我第一个事情给我的感觉 大概那个事情 我可以 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赌神这一套戏 这个你可以想象在一个世界赌王大赛里面 他们就主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啦 然后有人就问 哎呀 赌审赌审 那我们今天要跟你比赛的 有这几位选手 那个赌审讲 其中有一位赌 不过不是我们每一场都几百万上下的 我看到那一个他一来就赌身价 我们还是不要收他完好了 我们还是不要让他 我觉得他不够资格 这样子啦 我们选一个身价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的 实力有犯跟上哈的人一起来表演 这样才好看 这样 那个被 不被邀请的人呢 最后呢 那个选手呢 他就跑出来跟人家说 啊 赌宝你们不要走 赌宝你们不要参我玩 这样子 我都是 我身价虽然没有你这样多钱 但是我都有几百万的 就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想到 可能 哎 那就如果你不被邀请 你开始或是你就静静就好啊 你 为什么 就没有必要你出来说 把整个事情就跟人家讲 我自己真的没有那几百万 这样你就认证了自己没有那几百万 如果当局到最后就没有去邀请你的话 那我自己觉得本来是小事 小事一桩了 一桩了 然后那个洪律师 他当然就很生气了 那洪律师 为什么生气呢 主要是因为洪律师的那个人格 认识的人他都懂 你可以去屌他 你可以去骂他 你可以骂他马华狗 但是你不能骂他说收了马华的钱 对 他的那个分别就是说 你骂他的立场 骂他的那个论述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去诬蔑他 做了某件事 做了某件没有做过的事情 像爱药的那个影片呢 就大概是说 他去施压了说 他让主办方最后不让他出场了 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在爱药的那个角度来看 他可能说 可能我是大世袭 我是那一边的人 然后你就不要让我出场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必须说 爱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个看法 但是是下面的留言有这种看法 从爱药的那个角度来看 他要去发这个影片 当然他还多多少少还是要去攻击 因为你这阵的是洪律师 搞到他喜爱的这个辩论 没有的去上场吗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他就发那个影片 从他的角度呢 多多少少他也是要去跟他说 看这条水他就是这样霸道 如果你没有的话 没有这样的intention 你为什么要发那个影片呢 对不对 我是觉得 我自己看爱药从我他的角度来看 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 但是从洪律师那个角度来看 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呢 他首先就觉得 这个事情还没有定型的 他作为这个顾问的 他原来是一个变手的顾问来的 所以他是有资格去让这个选手呢 去给一些意见 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是赌神 赌神世界幼秦才 那个主角就是赌神 赌神本身他就是有一些 在整个表演赛里面 在整个节目里面 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话语权 他的话语权其实是很大 首先就是他是整个辩论赛的核心 那人的核心之余 同时整个时间的敲定 也是非常温过他 几乎是以他的时间为准的 这个就是主角啦 这个人家讲明是 赌神邀请世界辩论赛 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核心啊 而且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下 就是当初洪律师 在还不知道变手是谁的时候 他也有讲明说 这个是表演赛 所以至少大家的跨离 是要一样的 他才会下场表演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去当评审就好 因为他不可能去 跟一个中学生 去辩论了吗 这样子就不好看嘛 好看啊 他上次跟凯尹辩论 是跟中学生辩论 我不是说那个 我不是说那个 看起来精不精彩的好看 而是说你有身份的人 你就会觉得我去跟他比 我怎样多少身份 就是他是一个 downgrade的身份嘛 就不好看 对于洪律师的身份来讲 所以表演赛 他也会要挑推手 如果对手不够跨离 他就会选择去当评审 他也是会出席 他选择当评审 所以这个就是洪律师的视角 他在就觉得 整件事情 要起码看起来有观赏性的 这样大家都能够 在对那个主办方也好 对出席的那个人也好 然后对他本身也好 那无可否认的 在洪律师的那个角度来看 他当然是要做这些事情 又花时间又什么 这样当然是 让自己有一些加分 让整个事情是有加分的 这样他就给了那个建议 说这个他觉得 还没有到 还没有那几百万 那他就让他换人了 这样子 所以事情本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到最后 阿药被刷下来 他自己心里很不爽 他就发了一个影片 然后洪律师又发了一个文 之后阿药之后呢 又发了一个影片 就澄清 从阿药 阿药就从他自己的视角 去澄清他所遇到的事情 还是阿药就说 我是真的有被邀请的 你看这些对话 就看起来 我就是有被邀请 对 所以 我们做过那个 搞过event的人 我们都懂他其实 有没有被邀请 那其实是一个 很模糊的地带来的 你不像你工作 你真的是有拿了 那个offer letter以后 你真的是一个 official letter 但是在整个 做这一种邀请赛 做这一种function 做这种节目的时候 你往往 当然是问那一个人 有没有得空险的嘛 你问了ok 大家大家ok了 那他把名单 呈给他们最后的 一个审核的一个机构 当然这个审核机构里面 红律是有事在里面的 那他到最后 他也没有想 可能那个邀请的人 也没有想到说 到最后他有这样的 一个被刷进来的事情 所以整个事情 沟通上千错万错 都是马华的错 我们社会上 遇到什么事情 不知道谁的错 就是马华的错 你看马华你好好 一个政胆 去做一个协调 你协调的不好 让这两位变手 都有一个误会的出现 为什么你要推荐一个 红律师觉得 不可能合适人上去 搞到他 过后他们两个 还要吵架 或者是你在 跟当事人讲的时候 你也不能 为什么还不能够 说一句说 目前我们还没有 确定一个拟定的人选 一个final的选手名单 所以我们到最后 可能会有变的 所以为什么 你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主办方 失误 弄到大家都不爽 而且主办方 主办方会知道 不好意思的 所以主办方在 沟通的时候 还有问洪律师 这样我可不可以讲 是你的意见 所以我要刷掉起 是洪律师 愿意当坏人 结果他现在就 真的变成坏人 不好意思啊 树一方 马华实在是 太好的肩膀了 当大家不懂 当两边都不懂 要怪谁的时候 怪马华 马华就也 也很 在这个事情上 他就当然是 还没有发过声 其实讲真 如果是台湾的 event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主办方 真的会下场 就讲说 道歉不好意思 是我们沟通师 不过我觉得 就让两边都有下台阶 对 就让两边都有台阶下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树一方 应该不会做这件事情 树一方可能 看着我们的video 讲 你们讲中了 我都就是要 让这个事情吵起来 但这个事情 到最后 现在有发生了 就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都懂 圈内人都懂 阿腰 他其实是 陈洪耀的 亲弟弟 亲弟弟 一个起耀 一个是洪耀 这样洪耀 他也当然是 整个变手的环节 其中一位 那他就 因为这个事情 也不好意思 他也退出了 所以这个事情 也就烧到了第三方 洪耀就无辜躺枪 也就 能够 就没有办法 在他的立场来看 他也必须要 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也觉得 他表态是 是一个 你不能不去表态的东西 不管你要参加 或不要参加 你一定会发一个statement 不然别人会问你 你怎么想 大家都在看的 所以我觉得 陈洪耀就 他稍微表了一下 但是下面又再继续吵枪 我真的觉得 陈洪耀有点无辜 对 洪耀你开始 就不要认你弟弟就好 那你再到最后 哪里可以 没有办法 在这个事情上 他就一定是要 站在他弟弟那边 所以到最后 演变出来的 就有很多的 那种节制出来 就有很多节制出来 开始没有在 那个事情的 那个沟通的问题上 去对焦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 两个双方面 妈家 对于我们这种 吃瓜群众来讲 我们最 我们最不 最不喜欢 穿圈架的 我们就是那种 咋到两屈 讲着 如果不认识 我只是讲说 咋到两屈 你们打 你们打 尽量打 但是讲着两篇 我都见过面 我就很尴尬 但是现在有很多评论人 我这两天 看了很多评论 比如说 那个 满热仔 City City 你懂什么 不懂 City City Chong City Chong 有一个星多 叫City Chong 这个是肯塔讲的 所以 他们就有出来 然后他们那种 就真的是叫 摘多两群的那种 他没有把整个事情 去弄得更加 更加圆滑 而是死两 双方的人马 都在那边去 我觉得认不认识 还是有没有 雅琪 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例如说 他们本来就不爽 那个红律师 他可能就 当然希望说 我就是帮阿妖了 可是讲着那句 两边都是 我算是很欣赏的人 我摆明讲 我不欣赏City Chong 但是 City Chong 但是阿妖我是欣赏他的 OK 虽然说他们 大四喜 他其实算是一个 朋友之前的互相称号 不代表说 他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我不觉得阿妖有在洗地 然后这件事 的确阿妖老实讲 我是Salute的 是 而且他做的这个事情 做的那个很勤力 然后他也很愿意的 去下场 去做街坊的那种 是 如果大家不认识 他可以去Search一下他 他就是经常 就每次周旋 还是不选 他就跑去现场 就是去做 去做那个 现场访问的 他是有证止的 他是一个语言治疗师 老实讲 他跟那种City Chong 还有那个Kelvin比起来 那个等级高了几多 对我们这种就分化咯 我们这种离间的什么 不过老实讲 有事 我们就事论事的话 他的那个 他是不会特地去洗地的 他的立场里面 就很客观的陈述事情 然后也就 很 透彻的把事情的 来容去卖 去跟观众介绍 欣赏的 我是Respect的 然后红律师就是 我觉得华人很多时候 太过努力心态 讲着我觉得Kelvin没有必要 去帮政府去维护 真的要帮政府维护 交给官媒去做 交给火箭暴击去做就好 我们人民是没有必要帮 政府去做维护的 所以That's why 那红律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就 你说他 你说他很自大 你说他很自大 大楼 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 才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他才能够做到赌神的 赌神的地位 而且我觉得我很欣赏 他一点就是说 而且他真的是有实力 就是那句广东话 群的黑 对今天 他可能 没有他的那个号召 可能每一场东西 没有这样多人去欣赏 对不对 他就真的是有一个实力 所以如果 某个程度上 你遇上这一个情况的话 那你自己就吃闷亏吃了 那就算了 让自己强大起来 以后有机会再去怼他 但没有 你就出来 要在这个事情上 他就 我实力不够 或者他以为他大四喜 实力很够 这样你不要讲说 他实力够不够 其实如果你换成 另外一个想法 就我们平常有些人 他们日常生活 遇到好事 坏事 他都会发Facebook发文 没错 像对阿妖来讲 他已经就每天都发 他的YouTube 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对他来讲 发YouTube 就跟发Facebook post 甚至小红 IG story一样的事情 他们就把他的生活 分享出来 我其实某程度来讲 我也觉得是 他的言论自由 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来的 我们就看看 整个事情的缘由 或者是 购物痛的 那个字节是在哪里 那以后有怎么样 去课可以避免的话 那或许以后 可能是我受到一个邀请 然后 比如说电视台 说 哎伟康 有人要 我们要邀你 但是到最后 不成了 因为谁谁谁 不喜欢你 所以没有 你没有得上 那就没有得上 但是 就像你说 如果你认识他们两兄弟的话 他们是对这个辩论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热情的 特别是洪耀 我真的觉得他特别无辜 洪耀也好 跟洪律师也好 他们两个人都是很热衷的社会 他们会为了他们热爱去做一些事情 像是洪律师他经常就是去帮很多 就像华社也好 还是说去做很多事情 就是算是不存回报 洪耀来讲 他在推广马来西亚的辩论 这件事情上 也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有努力的 他有办很多小活动啊 就是例如他过去去陈平安 有办一个 也算是辩论的表演赛 邀请大家去参观 把辩论推广去民间 就让大家更加想要去认识 所以我觉得 这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 有心想要去 做好这些事情的人 但是就吵架了 都是马华的错 对都是马华的错 所以马华真的应该出来 就是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台阶下 就是说这两边 是我们的内部的很多 很多一百个解决方案的嘛 那说到洪律师 洪律师今天的这个角色 他令我想起 他就像一个 这两个礼拜很红的 那个网游 黑神话 无红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你有没有觉得 洪律师他好像就 一来到 他就有四大金刚在他前面 这可能是大自协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不喜欢 驯服于天庭的那种规调 然后他就以个人的那种方式 去挑战整个天庭的这一种 有 有这个有没有 有有 就是你可以说洪律师的一些态度 是比较不社会化吗 我不确定就是 他是那种愿意去当坏人前 人后他都一个样 他愿意当坏人的 没错 但是就有些人来讲 其实人前人后是一个 很常见的事情 就是我给你 我在面前给你 我在你面前给你面子 我在你面前又给你面子吧 没有他就对 对 洪律师就是 对 洪律师就是对 你看例如说那个马华的沟通人 他就想说给给大家台阶下 结果就让洪律师当成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大家还没有去看过这个黑神话 无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去看那个思雨的直播 把他看得很爽 他又他又玩得很好 所以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洪律师他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在 他在对他感对于整个 现在人家说嘛 马来西亚就只有洪律师一个反对党 所以他就 中文圈啊 中文圈啊 其实英文圈还有 还有很多人的 所以某程度上 他就有 但是他有这样的实力 他又是一个输入空 他又这样可以去 去有资格 去把整个制度的人 然后旁边的人 好像四大金刚 看得就牙痒痒 但是又打不过他这样子 大概就是有这样子 但是大四喜里面还有 看来只有洋兄还没有跟 洪律师一架握手 他出来 洋兄现在在英国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不确定我没有follow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的整个事情 我们很快的来 去称一波热度 然后让大家知道呢 他们最近在 在吵这什么东西 可能在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的这一个同分层里面 其实很多人 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可能说啊 你为什么作为一个前辈 你去打压后辈啊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也应该啦 大家多一点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整个火带炒起来 然后把整个火带炒起来 也有绝对朋友 或者是绝对的 这个 敌人的啦 如果 即便在 政治上 我们就看到 有一天 大家还是能够 坐下来好好的 好好的聊天的 例如洗地窗 有一天跟洪律师 好好坐下来聊天吧 哇 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 也是办辩论 他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组织一场辩论啊 叫洗地窗跟洪律师出来 没有答 做什么辩论 直接做一场全赛 全上 全上 万万 不是 万百万 万百万 马来西亚说法是万百万 然后我打卢卡斯是吧 好期待哦 大家有 真的 我真的是每次看过他们在全上以后 或者是上了那个节目以后 大家都能够话题为有 起码那个怨气没有那么 那么 热烈了这样子 那因为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 流量的舞台上 大家都彼此都是大家的对手 有了大家才能够成就大家 但是如果下一次 看哪位朋友又要去称洪律师的那个 热度的话 要想小心一点 小心 千万不要 洪律师的个人习惯就是你可以骂他 但是你不要把它放在里面 他没有一个标题 拿他来做称热度 他就很生气了 你不要说他没有做过的东西 对他这个真的是很堵了 人家去挖他的 是是是是 我就被人家挖过一次了 但是我自己的实力就不够 然后我就忍生退期了 是哦 当初你只讲个不好意思 别人就讲你道歉了 明明你就没有道歉的意思 Kelvin 是讲告你了 对 不行 你不服 哎 哎 你是不服来变还是不服来打 不服来打 那么拳上现在 哈哈哈 我们就 我们就不是君子了 我们一来就动手了 哈哈哈 好吧 那今天 要什么补充啊 没有啊 够了啊 讲到这里了 哎呀没有 没有电啊 没有电 所以那句话 大家看到的这个 可能没有 没有很大的 我就用这个声音来说了 好啊 再看怎么样了 可以 随便聊到这里了 OK 拜拜 拜拜